我女儿看到这个超级开心 看她样子 像样子 当时都伦多冬天还没有完全到来的时候 我们要抓紧时间 六娃 今天我们去哪儿六娃呢 来镜头对着我们的司机 师傅 OK Black Creek Pioneer Village What's that? It's where they have a village like from the 1800s 1867 I think 哇 好期待 是很多种小房子 然后就是室外的 半室外的 对半室外 它就是像一个小村那样子 然后他们那里 就师范 18多少年的时候是怎么样子过生活的 怎么做奶油啊 怎么支布啊 那些那些之类的 今天的天空很漂亮 今天的白云 哇很明显 但是白云上面还有点那种乌云的感觉 希望等会不要下雨 今天的温度还是有点冷的 Anyway 我为什么要跟宝宝说对不起 对 对 对啊 我不是为了它 我干嘛要出来啊 虽然我自己也蛮想出来 哈哈哈哈 好了 外面的枫叶 枫叶也很红了 然后白云也很白 蓝天也很难 慈穷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不过现在在里面在排队 中文字幕称 中文字幕称 日本 Sara Mister 《Tram Tram Tram》 为了The 老細睡着了 这是个宝宝 现在给大家看一个超大的向上ぐ 我的脸都要大,看到没有 而且这个上面被很多人吃掉了,生吃的 而且这个夏日葵,看到没有 一般的瓜子都是长的,这个是个圆的,好可爱 胖胖的,矮胖矮胖的 我看里面有没有这个 哦,根本都没有果实 哇,这个花是什么啊,好漂亮的颜色 你问我,我不晓得 那你就说不晓得 不晓得 这里有玉米 这是玉米 我有玉米 好多蚊子啊,这个 这个应该跟中国的稻草人是一样的作用吧 就是稻草人 对不起,我声音太大,因为上面有个飞机 没看过飞机吗? 哪里? 飞走了 飞走了,好 我是因为飞机声音太大,所以我说话蛮大 结果把我保姆抖了一下 这一段可以切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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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这个小村 是18多少年的生活的这种小村 那我们经过了很多不同的店啊房子什么的 这个我觉得值得说明一下 这个是一个铁工师傅的工作室 那里面有点暗 但是或许还是可以看得到一点 这里面就是他会生活啊 然后把把铁打成各式各样的工具 是因为就是他在那边烧那个铁 然后趁那个铁很热的时候 然后把它做成各种工具 对就是 这在中国也有 嗯 是这个 就是压在这上面打的 那我想我想给大家看的是 是这个 这是一个马鞋 虽然这马鞋做成一个钩子 但是这是一个马鞋 那为什么值得看 就是因为 这个是外国人的一个迷信 这是好运 这马鞋要像这样子 要像这样子挂就有好运 那当然这样子挂比较困难哦 这样子挂比较容易 所以就有点工夫 这就等于说这个材进来 它就不会漏掉 哦 还是蛮有意思的 一个小典故 走在这个林荫小道好有感觉 回蒙一笑啊 哇林荫小道 看满地的落叶好有秋千的感觉 但是今天真的是快把我冻死了 当地人都穿羽绒服 而我就穿一个薄薄的毛衣 还穿那么 那么短的 一个气氛裤 看我把我宝宝裹得很严实 就放心 宝宝好开心哦 宝宝现在醒了 精神特别的好 Sharmy 拜拜 拜拜 我们 拜拜 我们前面在唱歌 我们来拍一下别人唱歌吧 我们来拍一下 我们来拍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这里有很多排队坐马车 我觉得这两个匹马真的是好辛苦 刚刚我们过来都跑了很多趟了 对吧老公 宝宝 我们现在准备回家了 我们现在准备回家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声音好小啊 回家了 不想回去 宝宝也不想回去 宝宝你说你想买回去 他说不 宝宝在说话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宝宝还挺喜欢 有没有觉得他特别喜欢那种唱啊跳的 对啊 他说不定很有音乐细胞哦 希望 嗯 他他性格就那种比较强 那你看 好开心 哦 哦 哦 说不定以后跟妈妈一样喜欢表演 哈哈哈 你看 他觉得自己 最小 所以要有镜头 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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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好有表现力啊 是不是 这个 Black Creek Pioneer Village 我大概 我小学的时候来过一次 三十多年了 哦 谢谢 哈哈哈 所以 上一次来自己还是个小孩 然后这一次来带着自己的小孩来 嗯 很有纪念意义 这这里 这里的 变化大吗 我不记得 哦 因为太太小哦 但是都是历史的东西 应该变化不会很大吧 嗯 但是因为这里 这里都是 就是这小村的 的生活方式 嗯 所以就有很多小朋友 就很多学校带着小朋友一起来 嗯 然后也很有教育价值 所以 所以宝宝大一点以后 我们就 再带他来 再带他来 里面有很多可以玩的 可以试的 可以 你知道 真的 Hands on 可以做的东西 都让他做做看 让他体验 亲身的体验 现在太小不懂 我们就可以让他 看看 都看看就好了 对 嗯 今天唯一的就是 我穿太少了 我真的我冻的 我现在冻的我头都疼 冻的要吐了 哈哈哈 好啦 等会我们去喝点热饮吧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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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